多謝AM730頒發至尊公共交通服務大獎給港鐵公司 公司獲得這個獎 全是整體營運團隊上上下下的所有同事 一直以專業和以客為本的精神 致力提供安全、可靠和高效率的鐵路服務 同時也持續提升顧客的服務 為乘客帶來貼心、舒適的旅程 其實生活離不開都是衣食住行 而港鐵作為香港主要運輸服務之一 一直照顧港人出行的需要 單是每日本地重鐵網絡服務的人次就超過450萬 公司近年積極引入創新科技 到鐵路營運、維修和顧客服務之中 打造智慧鐵路 讓城客可以享受智慧出行的便利 同時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 今次港鐵在自整生活這個組別裏 除得至尊公共交通服務大獎 正正就是肯定了我們推動智慧出行的工作 例如透過持續提升MTR Mobile手機應用程式 我們可以提供更多實時的車務資訊 方便乘客計劃行程和善用時間 Next Train 的功能 今年亦會覆蓋所有市區線 另外公司亦已在所有重鐵車站 推出電子化的乘客資訊服務 而且現時大部份與乘客有關的表格 例如生物處理或申請學生乘車優惠計劃等 都可以透過MTR Mobile 或網上處理 繼為乘客截散到車站排隊的時間 同時亦實踐低碳營運 票務方面 公司正亦提升自動收費系統 新款的閘機將可支援更多電子支付方式 包括感應式的信用卡支付 選擇更多元 乘客出行更加方便 公司亦持續為不同需要的乘客 提供貼心到位的出行體驗 其中關外共乘的應用程式 今年將會推出新功能 包括向輪椅乘客提供輪椅活動接板預約服務 以及查詢車站升降機的實時運作情況 輔助有需要的乘客出行 未來港鐵亦會繼續投放資源 引入更多的創新方案 希望為顧客帶來更個人化 無縫及關外共融的出行體驗 讓城市前行 多謝 恐怖 是一層だけ 根本駿 感谢观看